大家好,今天我做了糖酥饼,跟我一起来做吧 任何面粉中将适量酵母适量白糖少许的食用油 用温水和面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饧发20分钟 再和一个油面团,切分成等分的面剂 把水面团揉面盘气搓成炒条,封成面剂,改成薄饼 再包裹上油面团,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再改成薄饼,像食品中这样对折起来,再次擀开 从一头向另一头卷起来,再从中间切开 接下来再调一个糖馅,一勺白面,一勺芝麻,三勺糖,搅拌均匀 开口朝下,按出一个小窝放上糖馅收拢机口 改成薄饼,平底锅预热刷油,放上饼坯 烙至上色,翻烙另一面,烙至两面金黄熟透出锅 胃酥离软,酥的吊渣的那种 你学会了吗?学会了点个小爱心再做杯 感谢支持 感谢